因新冠肺炎疫情停飞的韩国至中国武汉往返航班9月16日正式复航 这也是自1月23日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国际及地区定期客运航班停运近8个月以来 恢复的首条国际客运航线 上午11时在武汉天河国际机场T3航站楼后机大厅内 已由旅客抵达机场办理直击手续 武汉小伙陈亮当日前往机场送韩国旅友NC返回韩国 跨国链的他们于2020年春节前一同回到武汉 原定于大连初二回韩国的航班因疫情而取消 不曾想旅友在武汉一待就是大半年 我们在大概三个礼拜通过网上互联网知道的 然后他要回他自己的家 他是在疫情前被我从韩国带回来的 然后疫情之后一直隔离在武汉回不去 只要开通之后疫情没那么严重的情况下 是吧会不错时间去看他 陈亮称办理成绩手续非常方便 只需要提前做核酸检测提供英文版制止报告 并且在登机前14天连续逐日填报防疫健康码国际版 一是核酸检测 第二个是14天的那个国际防疫健康码 都是绿色的就可以了 其实核酸检测你第一天做第二天就下来了 就跟医院说一下 要个英文版的他就会给你 一般武汉市的各大医院都可以做 韩国德威航空公司中国事业部副总经理李泰关介绍 该公司原计划2020年1月21日新开通武汉至韩国航线 因为疫情原因暂时搁置 在此期间公司一直关注中国及武汉当地疫情防控形势 并于第一时间提交航线开通申请 武汉地区湖北这个地区的话 韩国企业也挺多的 所以呢这商务人员啊 那些流水上可能需求很多 所以我们一直关心这个地区的开航日期 然后就拿到了皮肤马上就开开航了 记者在现场看到 飞机抵达机场国际京港航班专用停息位后 现场防疫人员对廊桥舱门以及托运行李等进行消杀 所有旅客经专用通道抵达检测点 完成相关筛查及入境手续后 由各区安排转运车辆送至指定酒店 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国际旅客全程与机场其他航班旅客不发生混流 入境人员肯定实行的是全流程的集中健康监测和防疫管控 航班必须到达指定的专用停息位停放 在一个封闭的通道里 由航空公司引领入境旅客下飞机 到海关指定的检测点进行体检 健康赛查异常的人员 当即就会由机场海关转交当地的卫健部门 到指定医院进行诊治 如果是健康赛查正常的旅客 可以正常办理入境手续 转接到各个区的隔离点 进行为期14天的集中医学观察 据了解 在统筹考虑疫情风险等级等因素基础上 武汉还将逐步恢复至新加坡 西哈鲁克港 曼谷 吉隆坡 雅加达 澳门等国际地区航线 武汉到首尔国际航线的副航呢 充分地展示了武汉人民 湖北人民 以及中国人民的抗疫成果 是我们对外传播中国抗疫经验和做法的 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 同时呢 有利于加速推进武汉复工复产的进程 提振世界各国对武汉 社会经济发展的信心 重新扭转和定义武汉的城市形象